亲子成长班以游戏说法 装成为订定目标 功课做完才能做想做的事 学到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然后要舍得 但是一定要知道 到底什么还是重要的 然后什么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然后要去把那个 没有那么重要的 把它舍弃掉 去年九月成为学员的赖月龄 觉得自己这段时间 脾气变好了 我以前很暴躁 很容易就去弄到别人 别人就会很难过 可是来了亲子班之后 我的暴躁 我有耐心的去做那一件事 不会很敢 而且今天不是要穿运动品吗 你怎么没有它呢 哎呀 都是我妈 她洗好衣服忘记放在床上 我当然忘记穿啊 在大安区亲子成长班 寓教于乐 贾贾乐比赛 学习团体合作 开始的时候 我非常紧张 然后到后面 越来越很放松 轻松 从小地方做起 小事做好 也能尽力自信 今天就算是一个 坐电梯的老伯伯 他需要帮忙 今天就算只是伸出 一只手扶他 这件事情 对伯伯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爱不是只有局限于在自己 爱无所不在 每个地方都能够拨一个爱的种子 大安新闻知识美之工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